这是发布的吗 很多都会往这个方面来发展 对不对 我觉得灵感来源是没有问题的 灵感来源完全没有 就不要太像 但是真的做成仿冒版或者山寨版 像李爱说的那样 那个就真的是会 我觉得会是一种抄袭就不好 是一种不尊重 即使是在同样的时装的这个领域 某一个设计师做的东西 可能跟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某个设计师的东西 有类似的地方 依然会被诟病和批评的 所以说以后一定要多方面的更加注意 像原来其实就是没有选赞助商的衣服 我会在纽约在日本在法国 各个地方去搜集我喜欢的礼服 可能脚走到出炮 因为毕竟我的身材和我喜欢的东西还是 就比较难的 就是你会要很收腰啊 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身材 这个我非常感同身受 大家是在夸我吗 是的 有的时候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人家送来的衣服 然后一看就是模特版的 根本穿得上后面拉链都拉不上 刚才说到那个伊菲很挑剔剧本 然后最后能够吸引你的 你还是要跟我们形容一下是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功夫之王》拍完到现在 差不多就是从拍的中间就开始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找 有现代的 古装的 有跟金燕子很像的 然后还有那个就最近的那个《花木兰》 然后还有最近上映的一部片子不方便说名字 但是跟《功夫之王》情节很像 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找一种突破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管怎么样 比上一部需要有所突破 现在我看到了有差不多有两个非常好的 然后但现在也没有确定就最后档期啊时间啊 他们到底拍不拍啊 就很多方面有说业园不是那么主动的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是类似什么样的女人吗 我觉得就是很人性的描写 就没有特别 没有类型化 就是没有这么反面 是美女吗 那个角色 她一定是的 她不会有那个 我想知道 我就想知道